大家好,又是我! 最近聽到中山不少人,第一個反應就是買樓 我們對中山認識不多 但網上見到不少影片關於中山買樓自住或退休居住 首先聲明,這不是廣告事物 我們只是想分享感受和所見所聞 因為緣份Youtube推了容易接的影片給我看 雖然看了很多影片,但始終對中山沒什麼概念 今次回國,幸運地有Mango和Mark帶我們去認識中山 他們跟影片中一樣給我真誠的感覺 第一次見面就已經可以像好朋友一樣暢談 這一天,他們帶我們認識了中山的東區和西區 看了兩個樓盤,另外美食也不可以錯過 快閃中山24小時,首先入住酒店 從廣州到中山,第一個印象就是 這裡的節奏休閒很多 路比較闊,乾淨,而且有很多路都是綠樹成蔭很舒服 Mango和Mark趁著天尾黑帶我們去東區 東區是一個比較新的發展地區,所以比較多基建 將來地鐵、高鐵、中心通道都會在東區 年輕人或者開車人士就比較喜歡住這一邊 當日我們就看了一個叫博愛里的樓盤 這個是一間中山本地公司 主要業務就包括有房地產、酒店、物業管理、醫療和教育 在中山已經31年,口碑一切都不錯 這個樓盤,下面有一個文化藝術中心 有一個高級的商務酒店 包括現身下面全部都會做商業 三樓這裡做一個室內的行安遊便室 健身房、西餐廳、製作餐 包括這裡做一堂樓 環境比較清淨、綠化都很好 對開車的人來說,這裡都幾方便 國外里尼、Coco City和其他商圈都很接近 今次就看了一個108方和128方的樣板房 108方的單位就是三房兩廳兩位的單位 價錢大概每平方米13500人民幣 因為這個是毛坯,屋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來裝修 每一層有四樓和兩個電梯,一點都不密集 首都交給自己的方便 品質比部歌遊戲 小 electroly making 一馬上別中著名 一馬上兩撲 前行了 128 方的單位感覺闊落很多 而且有三個陽台 可以把陽台打成廚房大 也可以把陽台打成小書房 這裡有游泳池和健身會所 但旁邊有一個很大的運動體育場 晚上我就要求來到中西一定要吃乳鴿 多謝Man和Mark坐東 認我們吃到這麼美味的晚餐 除了乳鴿還有脆肉丸 還有黑松露炒雞也很出色 第二天在酒店探了自助早餐才出發 非常多食物選擇 中西都有 好滿意 之後我們就去了中山西區和舊城區 西區就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區 下樓步行已經可以去醫院、學校、超市、商店等等 在這裡的樓盤不多 可能就做回我們今天看的幸福會了 這邊是西區 中山西區 西區都是住宅為主 沒有什麼工廠 全部都是住宅 這個也是一個中山本地的開發商 我們看了三棟的一個120方的 三房兩廳兩位的示範單位 價錢大概每平方米17500 這個樓盤是包括精裝的 所以就不需要額外裝修 我覺得國內買樓都比較清晰和簡單 每次去看樓都會列出所有費用和總數 現在是20%的首期 30年 貸款大概是3.6厘 一次性的收費包括律師費 維修管理費和契稅 另外物業管理的月費 通常是人民幣3元1平方米的計算 臨酒先生說想要求吃朝鮮牛肉火鍋 平均就是人民幣20-30元一碟 四個人吃飽飽才是400元 非常美味和滿足 大家有機會記得要來試試 從中山坐船回香港 就200元人民幣一個人 大約一個半小時 就可以到達香港的中港碼頭非常方便 之前不明白為何那麼多人說要來中山買樓和退休 真的要親自來一下感受一下才會明白 中山的確是一個很適合居住的地方 沒有大城市那麼多人口密集和急速的節奏 環境也很綠化 街道很闊也很乾淨 地道美食很多 年輕人喜歡咖啡店也很多 大部分人都是講廣東話 而且都很有事 來珠海、深圳、廣州都不算遠 交通越來越方便 如果你有興趣和時間 我建議你也可以來中山行一下 看一看 最後再次感謝容易置業的Mango和Mark的招待和介紹 他們是諸業人士,亦是本地人 所以他們給的意見和分析都比較全面 今次就介紹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留意我們今次回到中國的影片 拜拜